白醉西 這個茶花看起來非常的特別 不論它的形狀、顏色 都跟一般的茶花 都不一樣 它屬於完全的花 它中間沒有花蕾 它外面的花瓣 屬於有條狀的桃紅色 摻擦得非常的均勻 裡面的花瓣 有一點明顯 也是顏色摻擦得很均勻 這個花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透視 不論是顏色、形狀 跟一般的花都不一樣 非常的搶眼 非常的稀少 很耐看 青川角屬於中大輪花 它的花瓣 非常的特別 看起來非常的整齊 有鈴角、鈴線 綿綿角、軟彎角 看起來很舒服 這個花瓣還會帶有條狀 紅色的條狀 像這樣是非常的稀少 所以斗花是很耐看 而且整體看起來很亮麗 又非常的漂亮 這斗花可以種 越看似會越漂亮 像這種很特別特色的花 是非常的稀少 環式美好 屬於中文花 它的花瓣 屬於臨血 有 外面是有微微的桃紅色 裡面有微微的白色 它屬於完全的 環式美好 這棵茶花 很會開花 整體它的顏色 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顏色 非常的強眼 看起來很順眼 這個顏色 就是 黑玫瑰 黑玫瑰屬於大輪花 它貼到 比紅色還更紅的黑色 所以它有很深的紅色 是完全的花 它花瓣偏大 它是完全的花 大輪花 黑玫瑰 很漂亮 像這種顏色 在茶花 非常的稀少 除了黑玫瑰 黑玫瑰 應該再來就是 跟黑玫瑰 黑玫瑰 差不多的顏色 在茶花 不多 很稀少 有趣 它屬於 比較古老的花 它大致上 可以開六種不同的顏色 傳說中種了五十年以後 會開白色的花斗 這是九曲 這種花 非常的耐看 非常的好種 它花會開非常的多 它會變很多形狀 很多顏色 很多顏色 這叫九曲 跟十八角色差不多 這顆花非常的難看 也非常的好種 廣東捆 它是很會開花 而且它是桃紅色 這種顏色 這種顏色 非常的好看 它屬於完全的花 這顆花 非常的耐看 廣東粉 愛思求比露 屬於大倫花 它的花瓣偏大 也是比較偏白 又微微的調紅色 它屬於完全的花 愛思求比露 這一朵花 也是非常的漂亮 好 粉寶塔 它屬於中大倫花 屬於完全 它的花瓣偏大 好 粉白塔 它有白色的 這粉色的 非常的稀少 粉寶塔 這朵花 這朵花很稀少 看起來也是 顏色 桃紅色 很漂亮 所以中大倫花 它花瓣外面 最外圍有 微微的白色 裡面有 桃紅色 所以完全的花 很寶塔 很大 非常稀少 木耳玫瑰 所以大倫花 它的花瓣屬於木耳型 它 這朵花 裡面還參差 有微微的花蕊 像這樣的花 非常的少 這個形狀 木耳型 非常的稀少 所以大倫花 所以大倫花 木耳玫瑰 是很大一朵 大倫花 花瓣 有一點鬆散 木耳型的 王牌 美格賀貓 它屬於中大倫花 它的花瓣 是比較 熟悉 這個 熟悉 比較熟悉 木耳型 它中間還有一點花蕊 還會參差一些 白色的斑點 這個花是很特別 王牌 王牌 美國黑貓 中大倫花 它花瓣很特別 伊沙安倫 屬於中大倫花 它外面的花瓣 偏大 裡面的花瓣 有一點 小一點點 但是大致上看起來 還是蠻整齊畫一 它外面 花瓣的外面 有桃紅色 裡面有白 白色的 這是伊沙安倫 這朵花 也是很耐看 這很多人在種 這朵花非常的漂亮 這種顏色 也是非常的稀少 很耐看的一朵花 伊沙安倫 大倫花 天地拉 所以大倫花 它花瓣偏大 裡面沒有花瓣 所以完全的花 那裡面還會有淡淡的紫色 這朵花整體看起來 也是非常的漂亮 天地拉 古堡百合 這一顆花 已經來到第三代 它外面的花瓣偏大 裡面花瓣偏長 它花瓣外面有微微的白色 這朵花 這朵花應該 原花到第三代 這朵花 原色 桃紅色 看起來很漂亮 很亮麗 古堡百合三代 這朵花 這朵花 是純白 它屬於蟲瓣的花 它屬於蟲瓣的花 它花瓣 外面是屬於比較偏大 這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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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漂亮 白角 肉眼 屬於中倫花 它花瓣偏大 比較屬於紅色的 屬於完全的花 它中間沒有花瓣 它屬於桃紅色 它屬於中小倫花 屬於urally小苪花 红半的花 中間沒有花瓣 它屬於桃紅色 很撐雜有點微微的白色 極冬至 碧玉,它是中大輪花 它花瓣是比較偏大 外圍是有白色,裡面有桃紅色 這一朵花叫碧玉,中大輪花 所以完全的花 碧玉,所以大輪花 它外面的花瓣特別大 裡面也有小的花瓣,也有花蕊 這朵花非常的特殊 它屬於大輪花 花瓣特別的大 它顏色屬於桃紅色 粉色這一類系列的 艾倫 感謝你的收看 下期再會